不是说只有桌面 所以这个也比较麻烦 当然 我们练习的话 改成无路径好了 按一个确定 那确定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在这个地方 出现 你在这个 放在什么位置 比例多少 那下方会出现说呢 你的比例系数 预设是1 1比1 那我们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直接在这个地方按Enter 这边的话再一次 插入点是在 预设是00这个位置 比例系数1 特别注意就是插入这个地方 那我们用 无路径好了 这个地方 建议你在插入点这个地方不要打勾 按确定 然后自己再去 拖拉出一个范围给他 给他一个范围 那这样的话呢 这张图档就会放到 你的指定的这个位置 把画面还给各位 试试看这个部分 记得呢第1个就是先 开这个图档 然后按一个Print Screen 贴到小画家里面去